明明每次喜歡左右碰在一起 上面這一個 寫的比較寬啦 就很容易左右去碰到一起 這一條線 感覺就碰在一起 這裡都鋪鋪爛爛的 哇 這個都好重啊 筆頭經濟都是塌下去的 筆頭整個壓下去 右邊比較高 短的 再加長的 好 是 遠近之勢 然後這裡突然 放鬆之勢 這裡扭轉 這個地方求近 到這裡突然比較方 比較直 你可以左邊寫完再寫右邊啦 也可以這樣左邊右邊相同的筆劃寫一寫 看你個人習慣 沒有人規定 很多人都喜歡說老師你講一個標準的方法 常講說藝術就沒有標準 覺得好就好了 他還不是科學 科學才有標準 藝術啊 沒有標準 標準的藝術基本上就不是藝術了 只能說比較機械 人啊 人啊 就是要做出人的樣子 不要做機器人的樣子 這個上感覺 額挪多姿啊 這次這個就重心偏低了 這個筆要 夠寬啦 不然沒辦法鋪開這麼厚 所以他的筆啊習慣這種短短的 短短的 外面很多做這種 佛翁專用 佛翁就是 無昌朔 專用筆 都是做那種短短 胖胖的 因為這樣才有辦法把筆鋪開 像他寫得很重 你也沒辦法 一定要 夠寬 還是濕的 濕的我就沾一下沫 心經最多就是那種重複字 好多啊 你遇到重複字 大書法家還是會變 但是因為有時候重複太多 變的空間就 被壓縮了 所以他會在筆髮長的粗細啊 稍微彈性啊 稍微做一點點小小的改變 讓你覺得他有改變 但這改變沒有想像中來的大 不用變得很怪異啊 會不會 但是怎麼會變得很重 但是這改變 我們可以真正優 所以我們要把筆子當中去 50秒 剁會 換 Parad 有時候都懷疑他到底筆有沒有拿起來 搞不好都沒有拿起來 一字寫一字寫 因為事實上 傳書有時候可以這樣子 沒有拿起來 他就這樣回來 事實上有時候不需要拿起來 他竟然寫竹字旁 古代常常都是草字旁 這個倒是直接 當草書寫了 行草書用筆 連收筆都省了 這個重複兩次 傳書優點在這裡 你重複兩次 就不用再寫兩次 沾末 看起來末比較多 來再寫兩次 寫三次 寫三次 他一直堅持 右下角一定要寫長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字 其實沒有必要了 可是他到這邊的時候 還是堅持右下腳要去拉長 這是他個人特色 然後右邊的上面這裡就要拉高 左下腳拉長 右上腳拉高 靠近 這筆畫都靠近 這都靠近 我懷疑他是連起來寫 以他的個性 寫心草寸那種能力 很多都是連起來寫 我懷疑他